现在做过 烟油蒸汪脚鱲 什么叫汪脚鱲呢 你看看底部 那些刺的下部份就全部是汪式的 所以叫做汪脚鱲 汪脚鱲拖好之后 我们怎样去处理 那条鱼蒸出来 又烈又快熟 记得看 我们将鱼在中间放在一刀 然后按着脚中间 再铲在颈那边 记得不要铲断 好了 再拧着这边 铲在尾上 就不要铲得那么糯 到锅口都可以了 铲成之后 再反变这条鱼 在鱼脚鱼那里 再辣一刀 不要辣得太深 好了 将鱼辣漏之后 我们就去调盐油味 加入一些盐 生粉 少许的汤 生油 几滴的烧酒 夹稳 这个是做这个菜最关键的步骤 夹稳了 我们就将鱼放入鱼 慢慢慢慢拌均匀 下鱼子 我们加入鱼脚鱼 和姜鱼 继续拌均匀 继续拌均匀 再加一些生油鱼 多少少都不怕的 拌好 我们就将鱼放入碟 这个是很关键的 将鱼里面 鱼切好那里 拌均匀 再拌均匀 一条条 是不是拌均匀 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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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将葱 放在鱼的上边 然后 再拌均匀 生油 这个炎柚蒸鱲鱼 就冤枕了 这个炎柚蒸鱼 就是 清燃到你 纯德菜的精髓 清香 嫩 滑 鲜 这个鱼鱼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鱼 正 鱼鱼 鱼鱼鱼 好好